小小鱼开心享受通告人生,因为还可以谈恋爱。 翻射自小小鱼脸书,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,影歌是三七女星小小鱼张鲜鱼去年11月开新晋升人期,时间过得好快,一转眼超过半年了。 现在的小小鱼仍在享受谈恋爱滋味,她更惊爆自己根本是个公务员。 连日来,小小鱼马不停提敢通告录制《欢乐至多星》,命运好好玩,《医师好拉》以及WTO姐妹会节目,虽然感叹忙翻了,她却一点也不喊累。 真正原因是,我每天收工除了跟老公Oper谈恋爱,还可以沉浸在PS4世界里,小小鱼去年11月开新当人期。 翻射自小小鱼脸书,天天忙着感通告,小小鱼直说这种生活挺舒适,她高喊,工作舒服到有时候灵魂像根躯壳分开,脑中转住几个做好功课,要讲的故事,然后眼睛眨几下就收工了。 她说自己有很空灵的感觉,默然回首这些年,原来我像节目公务员,一切空气自然又熟悉。 在这篇中心上的时间,未经许可监者,将写是什么东西。 身体脑的作品。 我们下一个推草简。